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30日 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媒體1月29日報導指出 在1997年被列入美國出口黑名單之後 中共國有研究所仍繼續購買英特爾 和英偉達製造的晶片進行核試驗工程 在過去兩年半來 中共最高的核武器研究機構 至少十幾次購買了美製計算機晶片 這些做法違反了美國長期以來施加的限制 自1997年以來 美方要求防止中共等國將美國產品用於原子武器研究 根據行業對多篇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報告的調查 在過去十年中 至少有34篇論文提到了北京在研究中使用美國晶片的做法 一些晶片被用於分析數據和生成算法 美國核專家表示 在至少7篇論文中 中國學者討論了研究維護核儲備的話題 這些實驗都涉及美國出口的晶片 在去年10月,白宮擴大了出口管制範圍 以阻止中共獲得最先進的美國晶片和晶片製造工具 美方指出,北京目前仍然從美國採購 在7納米至14納米之間的晶片 這些設施可能被用於擴大其核能力和運載能力 美國國防部在去年11月的報告中認為 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3035年 中共可能會儲存約1,500枚核彈頭 高於目前估計的400多枚 工業和安全局表示 美國和外國有責任進行進職調查 以防止商品、軟件和技術被不當利用 前國防部官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艾倫指出 中共軍方目前通過空殼公司等手法來躲避出口管制 大量美國設計的晶片是在海外製造的 一些非法的購買活動可能在中共的刻意掩蓋下進行 華爾街日報引用美商務部的言論說 在目前的情況下 白宮將要求大力執行10月份推出的晶片新規 進一步收緊對中共政府的出口活動 銀行近幾年不斷發生的 侵吞、儲戶、存款的事件 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 銀行更白搬刁難儲戶 民眾拿錢越來越難 尤其是大額存款 引發民眾憤怒 1月28日推特網友廣傳的一段影片顯示 在銀行中 有一位老人將臉貼在椅背上 一位男子氣憤地說 我的爸爸還在生 錢就拿不出來了 難道我爸爸的身份證和本人 還不能證明這是我爸爸嗎? 為什麼還要我出事監護證明? 醫療證明? 銀行的女工作人員強調 病人沒有意識了 該男子說 她沒有意識為什麼可以坐主? 並提示銀行可以做人念識別 另一名男子氣憤地說 我們從家很不容易把她推過來 人還在生 身份證也在 還不讓辦業務 評論說 在中國 拿自己的錢 難過登天 本人親自在場也不行 還有一個影片顯示 一名姓李的男子在銀行存了8000萬活期存款 當她到銀行拿錢的時候 銀行用各種理由推脫 銀行說大額取款需要預約 李先生就提交了申請 確認了取款時間 但當她按照預約時間來拿錢的時候 銀行工作人員就說 因領導沒有簽字批准 還不能取款 李先生問什麼時候可以取款 工作人員稱給她回家廳通知 李先生非常氣憤 因為全錢市沒什麼慎批 現在取錢了就是各種流程的簽字 推特網友小明發布影片說 這是什麼制度 自己的錢傳到銀行那裡 當取錢的時候 銀行百搬刁難 影片中一名女子說 自己去工商銀行拿200萬 銀行工作人員問用這些錢做什麼 她說要買200萬的屋 然後又要看購房合同 工作人員在搞的時候 又說要打電話給社區 需要社區同意 該女子說 我拿我自己的錢 我還要給你看我的購房合同 看完購房合同 你還要我的物業同意 我的社區同意 這是我自己的錢 她還說 問題是自己住在姐姐家 物業根本就不認識她 結果銀行拒絕她拿自己的200萬 去年8月 大陸網易新聞上有一篇文章指出 銀行對儲物進行刁難 就是想侵吞儲物的存款 文章講述了 一宗銀行對儲物刁難的例子 山東流女士跟女兒過了生後 她拿著女兒的28萬的存折到銀行拿錢 但工作人員就說必須本人來拿 劉女士再三解釋懇求 但工作人員說什麼都不給拿 無奈之下 劉女士帶著丈夫和兒子 將女兒的遺體 抬入了銀行的大廳 文章評論說 銀行就是刁難想侵吞儲物的存款 以為人死了 存款就可以據為己有 所以白搬刁難 類錢這種情況在其他銀行也發生過 另外還有當貸款的人死了 銀行千方百計找死人的親屬 能夠貼上邊的 千方百計一個都不放過 逼他們代替還款 而離開櫃桌 一概不負責 一直是銀行的醜陋規定 當取款人的利益受損 銀行會以離貴 蓋不負責來推卸責任 如果他們失誤多給了錢給取款的人 又會以不當得利來索回 銀行這些所有行為 都是為了侵害儲物利益 而設的所謂規定 去年4月 河南省多家村鎮銀行爆雷後 儲物拿不到錢 引發大規模維權 1月27日 多名儲物再次前往銀行 舉橫幅要求河南村鎮銀行 歸還他們的存款 受害的大雅儲物向新唐人透露 他們數百萬的存款目前仍在帳戶上 銀行撤資了 只入不出 也就是凍結了我們的銀行卡 推特帳號河南村鎮銀行橫我存款評論說 河南政府非法凍結幾千儲戶近130億存款 窮盡手段想搶劫這一筆巨款 開創了全世界首個政府 侵吞銀行存款的先例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俄國發起對烏克蘭的入侵將滿一週年 週末 莫斯科升級了對烏東前線 巴克莫特附近城鎮的襲擊 試圖撤斷烏克蘭的補給線 並包圍城市 烏克蘭政府警告說 俄軍的下一輪重大攻勢 將在未來幾週之內正式發動 美國媒體報導指出 俄軍正在將頓列茨黑州西南部的小鎮 布格列達爾作為主要襲擊目標 當地的早前人口大概有1.5萬人 很多建築物已經幾乎被俄軍移為平地 烏克蘭93旅的士兵對《華爾街日報》說 在俄軍發起晚攻之前 當地已經進行了6個月的爭奪戰 在小鎮的某些地區 烏克蘭人寡不敵眾 甚至出現了人數10比1的局面 火炮補級普遍減少、雙元增加 前景真的很艱難 此外,俄軍還在伊曼尼夫斯克鎮的戰線推進 以對巴克莫特形成包圍圈 一名烏克蘭國民警衛隊的中衛表示 俄軍的戰略在大約1個月前出現改變 當時莫斯科對戰場指揮官進行了調整 現在烏克蘭的攻擊性武器嚴重不足 同時還遭遇人手短缺的問題 CNN分析 現在俄軍想掌控整個頓列遲刻 如果進攻人口多的大城市 這樣代價會太大 俄國現在採取的是人海戰術 炮兵軍團不斷進入戰場 在戰場前線 烏克蘭第28機動鋁使用的坦克設施 是老舊的蘇聯製T-64坦克 這種坦克容易出故障 將弱點暴露在敵軍面前 烏克蘭人表示 這是他們需要歐美坦克支援的原因 為了扭轉目前的局面 他們可能會需要300至400輛坦克支援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認為 俄軍準備在侵略滿一周年的2月24日前 發動大規模攻擊 該國的野心是控制整個頓列遲刻州 烏克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達黎諾夫表示 俄羅斯希望在戰爭一周年之時 為最大的攻勢蓄積實力 行動重點為攻佔頓列遲刻 和盧金斯克地區的土地 為宣佈其重大勝利做準備 到目前為止 美、英、波蘭、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 已經宣佈共計援污321輛坦克 這足以組成4個坦克類 白宮國安顧問阿比證實 德國製造的炮爾坦克 將會相對較快的抵達烏克蘭 或會在春季戰場上發揮影響 英國陸軍旺加坦克團前尚教哥登說 如果烏克蘭有更多坦克 軍隊也可以嘗試從不同地方同時開展進攻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 為了保護國家安全 烏克蘭還需要戰機和長程導彈打配合戰 荷蘭外交大臣指出 如果烏克蘭提出要求 烏克蘭準備考慮提供F-16戰機 也是在最近 生產F-16戰機的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表示 企業計劃擴大F-16戰機的生產線 以保證任何想向烏克蘭轉讓戰機的第三方 都有充足的庫存 而斯洛伐克國防部長說 政府部門有準備向烏克蘭提供米格-29戰機 英國議會組織邀請香港立法會議員交流 引起爭議 最終組織撤回邀請 英國政界指出 這些香港議員不會是最後一個 被英國機構羞辱他之門外的人 香港立法會議員簡慧敏和李梓敬原本獲邀系3月前往英國 出席由英國議會及英聯邦議會聯合會合辦的西敏研討會 有關消息公布時也起英國政界爭議 因為在北京當局更改香港立法會選舉制度 只容許所謂外國者當選後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應該再被邀請 英聯邦議會聯會英國峰會發聲明指 在1月26日會議上執行委員會成員一致同意 指由於香港情況惡法因此撤回對香港立法機關的邀請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 菲倫德對美國之音說 李梓敬是繼何君堯之後 另一名香港立法會傀儡被英國機構羞辱他之門外 而他不會是最後一個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 也歡迎英聯邦議會聯會英國峰會的決定 指出前任的香港民主派議員 仍然因為《香港國安法》打壓而在獄中之際 絕對不應該邀請 簡慧敏及李梓敬 此前 中共當局因為不滿日本方面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的差別待遇措施 自1月10日起 停止對日本公民發放簽證 被外界認為是對日本政府的報復行為 但中共當局29日變了口風 駐日本大使館響官網宣布 即日起駐日本領事館 恢復審法日本公民附華普通簽證 這個決定 距離1月10日公佈的暫停審法僅短短20天 據日本媒體報導 中方一名消息人士日前表示 中方已經批准向日韓公民發出某種類型的簽證 中方在審法簽證時會逐個審視申請個案 並根據每個申請個案的情況來決定是否發出簽證 中共外交部陳指責 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入境限制是歧視性限制措施 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對等措施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揚言 中方此舉是維護正當權益 是為了維護國家間正常交往合作的必要環境正當合理 但是,目前日本仍要求中國旅客入境時要檢測 若結果陽性則須隔離7天 大使館也曾一度縮小簽證業務 中共當局卻還是軟化了 而中國到訪日本的遊客也在前赴後繼 與此同時,法國、韓國、台灣都延長了對中國的相關防疫政策 法國官方28日宣布 對中國遊客的強制篩檢持續至2月15日 所有來自於中國的乘客入境時 都必須提供48小時內病毒檢測陰性的證明 並接受強制隨機病毒檢測 而且任何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患者將需要自行隔離 此政策原定在1月31日結束 現在實施至2月15日 韓聯社也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27日表示 暫停發放中國公民的負航短期簽證措施 將延長至2月28日 台灣也延長了來自中國大陸遊客的入境篩檢 從中國入境台灣 機場、港口都要做妥協PCR篩檢的政策 原定至1月31日為止 台灣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將延長至2月6日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到達7月31日 去除了 身邊… 入境了… 旁邊… 我們的環境…